在这段路上走的时间越来越长 你发现就是思考的模式和行为模式 跟诗篇的人都快一样 尤其是诗篇的人都是年轻人的话 他们都在看手机 玩游戏 然后还有其他的环境什么的 但是我自己是不太喜欢那种聊天啊 这种心理的事 但是这种我就不知道哪种是这么对的 修行事有时候会不一样 在修的尤其道上 比如说你修四财八业或者是修什么修定理 到一定时候你可能具备天人的境界了 那你跟整个人力都不一样了 你怎么能跟周围的人一样的 没有哪个是对的 你喜欢修行就往下修吧 按照政治见 因为你为什么要跟周围的人比较呢 你是个修行者 你是佛子嘛 怎么能跟周围的人一样的 释迦牟尼佛当年的弟子都是弃了 弃求徐法跟着他出家的 那跟大家都不一样 是吧 跟在家人怎么能一样呢 他还有持戒律 你是怪怪的是吧 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那其他人家里人都会看着说怎么怎么头 连眉毛弃了 弃出徐法 把这个头发眉毛弃 你是搞啥呢 你是吧 很多人不理解啊 如果不学周教你说佛教刚刚创立嘛 把头发当然是印度当时是有 已经有出家人了 如果没有 刚开始这个人还要修行 你修行修行吧 干嘛 弃出徐法 你还搞得怎么这么 是吧 这些东西 然后呢 你又持戒几百条件里 然后你那不是受苦吗 你不修还不苦 修行那不是又带上金箍症了吗 是吧 虽然理解 就是不一样嘛 是吧 但是你不一样的 这就是要看你为什么不一样 你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 你是要成道 那就不一样了 是吧 你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但是如果想要有一些善巧 比如说和人交流的时候 都可以交流 但是那里面行李行 是不是可以 有功夫就可以啊 阿普达就像维摩节居士就可以 维摩节居士人家又结婚又庄约 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 但人家就是个大菩萨 释迦牧尼巴海文殊菩萨去 还探望 那就是大菩萨 人家就可以秘密心 是吧 没有任何痕迹 看不出任何修行的痕迹 但我们现在显然还达不到 那的正果 正了果就修行完全没有痕迹 所有的一切都在修行之后 都在如 一切都是 破案所有的事 一切都是如来 是吧 都是佛像 这一切都是 你在空定里边 一切都是修行了 就没有修行的任何痕迹 那个时候别人就觉得你不怪了 你自己也觉得不怪了 但现在我就觉得 有些人能做 不太能融合了 其实有时候我们不修行 我们有时候要跟别人 融入不在一起 有时候会这样的 是吧 你不喜欢 人家爱看手机 玩有些你不喜欢 这不就融入不在一起了 这跟修行有时候都没关系 是吧 个性问题 个性问题 那就 那就做好你自己 你是独一无二的 那为什么要跟很多人一样的 总有人跟你一样的 也有的 就是因为身边好像就空到里 疼疼到里 自己一个人 是有点孤独 很多的 这世界 这是你没碰的 是吧 慢慢会有的 但是你要 有时候也不要在家休息 你缺少其实用动阳光 可以跟大家嗨 不要觉得那很熟 你就好像就是有点太瘦了 或者太内向 对对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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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这里有点那个是 嗯 太太封闭自己了 嗯 太疲弱了 把自己已经已经 已经避晒了自己的头脑 嗯 那主要是不通过运动 还有些其他的 嗯 现在体能上去 不要老是坐在那静坐 要再加上动工 嗯 还有你有点其他 对你头脑 睡眠什么 还行吧 嗯 这段时间不太好 哦 吃饭呢 吃饭还行 吃饭前的时间是 嗯 嗯 然后刚刚会有的 嗯 但是好像这段时间 还有 情感上的 好像有一些 你吃药吗 吃什么药吗 什么药也没吃 以前有过 头脑里面有过什么病 没有 没有对吧 家里有大口感受 那可能情感上的 对你影响蛮大的 嗯 以前没有过 好像就这段时间 然后突然就知道 有点好像压抑 有点忧郁 而且就像站了牛角前 已经 嗯 默默 我知道这种情况 好像也是我自己 想象出来的 但是它就是 无力自拔那种感觉 所以我现在来到珠海 我可以过去想 很影响太大 那一旦最近的话 它在我身边 然后这种情感 非常厉害 嗯 然后我自己 好像还找不到 那你是什么失恋了 还是什么样 和失恋有关吧 但是是磨的 就是情感的 对对对 在磨 磨是什么 在谈恋爱 但是谈得不顺利 对对对 你是想谈 还是不想谈的那一法 就是在纠结了 哦 这没听懂 是又想谈又不想谈 是吧 你不喜欢这个女孩 是 我感觉的话 我以前就没有太多的感情经历 然后一看见遇到一个 哦 哦 你喜欢上还没喜欢上 喜欢上了是吧 我在她旁边的时候 我觉得喜欢 喜欢 但是我突一会儿 就觉得不喜欢 然后她喜欢你是吧 她也是看见你了 喜欢不看见你 不喜欢是吧 我不知道你困在哪里了 感觉反正我能旁观出来 能处理出来 但是一旦再遇到 我不知道你要为啥要处理 到底是想干啥 你是想不跟她在一起了 还是继续在一起 有这个决定吗 还是我们就是玩玩 是哪一种 不是玩的 不是玩的 准备走下去的 是吧 准备说大家谈谈谈 结婚什么是不是 一开始有个打算 但是我发现 感情上是特别麻 因为我只能碰到我自己 我没有办法去 去决定对方的这些走向 所以好像有点累 那你找女朋友是为了啥 你就是娶个老婆 你寂寞了找个伴 还是找个同行道友 还是就是他突然吸引你了 就像一个苹果或者一个桃子 或者一个突然牛肉了 他吸引你了 到底是 好像我前去有一种像 就是我喜欢这个类型的样子 他最好长成那样子了 对对 你了解 所以我就怀疑 这是不是我太执着于这个东西 太执着于这个情况 太执着于这个东西 这个很正常啊 你觉得这个你不正常吗 你去喜欢一个女孩子不正常是吧 喜欢是正常的 但是我感觉这个感情好像很难维持 或者说 维持不下去 觉得自己没那种激情 维持一段感情是吧 持续性的你想去维持一个有恒的爱情是吧 想让自己有远有激情 就是自己觉得爱不上 这个这个激情不够是吧 这个是大家目前的通病 网络时代的通病 我想现在网络时代年轻人真的都是这样 爱不上 失去爱的能力 爱网络嘛 爱游戏 爱网上的 爱虚拟世界的东西 实体的 一碰撞很难 如果刚开始的梦境就是一个 因为她头脑中有一个虚拟的动画 动漫或者游戏里边的那些像 然后这个女孩子如果正好就像那个 她就来了 但是一接触实际的东西 太真实的不行 如果来实际的就觉得 太累了 太累了 我真的受不了 我不能 没有激情我去迁救你 没有激情去宽容你 我没有激情去呵护这份感情 就是活在虚拟世界的孩子具备的一些 就是很难在现实世界去真正的 保持一种充足的 很阳光的家去呵护一个对 她喜欢别人来呵护 别人呵护还烦 我需要的时候你再来 我不需要你留我原点 就是这种普遍现象 我倒没有希望她来呵护 但是我好像不怎么好 付出都是对的 就是说我 就算我能继续付出 但是对方不一定想要 我先做这种感觉 然后对方感觉我就不知道 该好该去 就是其实你们的问题 还在于互相都不理解 不了解对方 他挺喜欢你的 就是但是这个喜欢 但是他又不知道 从何下 他算是喜欢呢 咋喜欢你 你也真不知道咋喜欢他 就是不知道 但是两个人都互相吸引 就是这样子 这个比较难 董哥懂得 如果有一个女的出现了 她很懂得怎么去喜欢你的话 就OK 或者你懂得怎么喝过 那就OK 我觉得你需要一个懂得你的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不太懂你 但是她挺喜欢你 挺喜欢但是不懂 这就像 她喜欢这个杯子 但不知道怎么用这个杯子喝茶 这个女孩子就在这转着 随着转 随着转 看挺漂亮的 挺漂亮的 挺漂亮的 不会用 不会拿它动 不会不会 不会去 然后你又不会动 你不会主动的说 哎呀我可以装上水 你可以放到嘴上 你不会说这句话 就是沟通啊 这些东西都缺失了 然后你就是 你是不动的 你就是这个 我是据个例子 你是一个不动的 你是一个很精神 就是你的个性里边就是安静的 就在那的 你是你的主动性不强 知道吧 她的主动性强 但是她主动性强 她就是 她现在目前就是 你是不动的 你是静的 你就是这个杯子 她就是一个不断地 绕着你假如蝴蝶 或者是个鸟飞啊 不停地不停地绕 但是她不知道从哪里 怎么更弄 她不知道怎么 她不知道你能有什么用 知道吧 她不会 她不会知道 但是你又不说 你也不知道自己是能干什么 就是就 目前就处在这种状态 她会累的 她也会累的 你也会累的 累了就覆开了 找一个 中一个人会喜欢你 她会欣赏到你的 她会欣赏 她知道你会 你能做 她会开启你的 就是有用的那一方面 就是她会让你突然就打开自我 那个时候就可以了 你目前的状态就继续等下去了 对吧 你说你不愿意了 不是她也受伤了 她不愿意 你也说 大家磨吧 磨磨磨 她累了她就走了 这个对修行 这是什么 对修行 最有利的就是这种 这有利吗 不是 对我修行 最有利的就是这种 不是 没有拿出事情 更有利 在于你 爱住在拿出 真之间上 做事 是吧 大车道也可以结婚 也可以单身 也可以出家 修行有很多条都可以 在于你 你在做这些 你的知见是什么 我们现在在谈你的恋爱 知道吧 跟修行一点关系也没有 现在 是 但是你是个修行者 在谈恋爱 就这么简单 然后你还修行 还没震得啥 就刚开始 想了解佛法 然后想修行 刚开始学佛的人 在谈恋爱 就是这样 对吧 你又不是登地的菩萨 你还没有在果位上 你还没谈不上 说果位影响你了 没有 就是谈恋爱 而且目前这个女孩子 跟你就是产生了这种错觉 产生了这种摩擦 就是说 总的来说 其实我看你 总的来说 就是两个人在沟通 跟理解上 达不成共识 她不太了解你 但是你会吸引到 你诱惑她 你吸引到她了 你吸引到她了 你知道吧 她也吸引到你了 但是两个人又 不理解 不了解 然后就这样吧 能怎么样呢 所以也不要迷惑 也不要什么 总会有欣赏到你的人出现 然后继续好好休息 如果两个人沟通 真的能达成的话 也可以 可以 也挺好的 这就比较难 就修行来说 你刚才听老师的那些开施 还有其他一些 看经典 看政治界 终于要把那条路搞清楚 这条路好像我是了解越来越多吧 但是另一方面好像 我定义和各式方面 都越来越差的感觉 因为我原来 你没修 你怎么会越来越差了 你怎么各式地理差了呢 以前的话 就被静转 是吧 被这些事情转 心烦 以前在寺院里 待过一段时间嘛 然后那时候 其实还能做 清静 对 但是后来发现 一方面感觉自己的 那些认识 这方面越来越多 但是另一方面 好像愿意做不住 不愿意去做 不愿意做就动嘛 你就动静动四项 动静动四项 是吧 但是在作孽上 身心不动 很容易把气脉转化掉 你聚集能量 所以这个方法 静坐这个 禅定这个方法 还是坐在那修 禅定 还是对修学 比较有帮助的 就这个法门你要懂 不一定说每天第二列 但是你要会 没有说 成道德不会静坐 大步都会 因为这是很好的法门 你怎么不去学呢 要掌握它 但是说你这段时间 你就坐不下来 坐在那儿 全身不说 那就不要做嘛 你去做动工 去用作 因为这一块 你在寺院里 本身寺院没啥事 寺院的茶和清净 而且你在寺院 每天看着佛下 你就每天想着就是修行 离开家红尘了嘛 你现在又回到红尘 肯定干扰你的东西多嘛 那肯定又不安静了嘛 是吧 其实是一样的 你没有退步 你还是那样的 就四月你只不过是 抑制了环境 获得了一些清净的境界 出了红尘 环境 环境变了 你就又散乱了嘛 你还是那个样子 所以也没退步 也没进步 走去 就是这样 但是也不要懊恼 继续修好了 大家都这样走过来的 我建议你目前呢 你适合运动 就是说动工要加强 动工就是静坐 动工呢 你可以打太极拳啊 站桩啊 甚至跑步啊 锻炼啊 去做一些就是体能的运动 多一点 让自己出汗 阳光一点 就是不要让成绩者 少看电脑 少上网玩游戏 按时坐起 睡觉 吃饭 这个对你目前比较重要 然后呢 立案呢 就等着 反正你也不会做动 就等着呗 就这样子 那就等着 等着 你不动 你不变 一切都无常 一切都会再变 珍惜缘分 但是也没办法 就是也不要执着 就随缘呗 等着呗 两个尽量沟通吧 尽量去珍惜沟通 但是再也不行就算了 尽量去珍惜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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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离哈 但不是很多人 尽量去珍惜沟通 尽量去珍惜沟通